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为著名影视明星江武饰演的 成有金巨照 感谢原作者江古先生 古代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残忍的习俗 就是把活人杀了陪葬 这就叫殉葬 臣子自然死亡后陪葬皇帝陵墓 是非常荣耀的事情 跟残酷的殉葬完全是两回事 古代的时候 驸马只要没有犯大罪 一般都可以享受陪葬帝陵的哀容 这就是娶公主的好处之一 陪葬大唐太宗文武大圣 大广孝皇帝昭明的驸马 成晓金的儿子成树亮排名第一 成树亮的妻子 是李世民的树出女儿 清河公主李静 李静自得贤 这名字咋看都像是纯爷们 争冠六年的时候 成晓金征考铁山苗大获全胜 李世民龙颜大月 赐清河公主嫁嫁成树亮 成晓金和李世民 因此成为庆家公 清河公主婚后老实本分 不像她的姐妹高阳公主 和八龄公主那样初妖儿子 成树亮妻贤夫霍少 得以在怀远大将军的职位上 富贵善终 清河公主嫁入成家之后 天不假寿 人暴中言旧 去世了 成树亮不像她的爸爸成晓金 那么长寿 她去世的时间也早 清河公主和成树亮一起 陪葬在昭陵 和李世民永远在一起了 顺便说一下 成晓金作为李世民的功臣 也和秦雄等人一样 陪葬在昭陵 成晓金和成树亮 父子二人陪葬昭陵 也算是正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图为著名影视明星杜淳 饰演的李世民剧照 感谢原作者杜淳先生 高密公主是李世民的姐姐 她的丈夫段伦是李世民的姐夫 按照李治 段伦应该陪葬在李渊的县陵 段伦是李世民的好朋友 在大唐开国战争当中 协助小舅子李世民打了很多胜仗 李世民登基称帝之后 被姐夫段伦颇为器重 给了段伦高官后路 段伦去世之后 李世民让她陪葬昭陵 昭陵陪葬的驸马 大部分是李世民的女婿 也有好几位是李渊的女婿 也就是李世民的姐夫 或者是妹夫 比如李世民的姐夫 窦鲁怀仗 李世民的姐夫杨施 道等人 杨施道身份特殊 值得说道说道 杨施道是隋朝皇室成员 他的妻子是李世民的姐姐 长广公主 长广公主是李世民的第五个姐姐 他的第一任丈夫是赵慈景 赵慈景为大唐战死沙场 长广公主修建了崇义四位王夫祈福 李渊不忍心女儿守寡 将她赶嫁给了杨施道 杨施道颇得李世民气重 他官拜宰相 是李世民姐夫里面官职最大的人 除为著名影视明星 寇振海饰演的李渊剧照 感谢原作者寇振海先生 杨施道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五妹娘的舅舅 杨施道的妹妹也可能是姐姐杨施 嫁给了大唐开国功臣武士货 因 曰 生下了大名鼎鼎的武则天 杨施道本该陪葬献林 因为李世民的气重 得以陪葬昭灵 陪葬昭灵的驸马 还有一部分是帆江 李世民家族海纳百川 对帆江颇为气重 李世民的妹妹恒阳公主 下嫁阿史纳舍尔 大家一看这个名字 就知道她 是突厥阿史纳不足的人 阿史纳舍尔是一员虎将 为李世民立下赫赫战功 因此得以陪葬昭灵 隋唐演义类小说里面 有一个名叫史大奈的人 史大奈的历史原型人物 是隋朝的金子光禄大夫史大奈 史大奈本来姓阿史纳士 是突厥特的人 为隋朝立了不少战功 因此被隋阳帝赏识 李渊起兵之后 史大奈带兵投奔唐军 又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新唐书 朱夷凡江列传 就把史大奈排在了第一的位置 图为著名影视明星 刘晓庆饰演的武则天剧照 感谢原作者刘晓庆女士 李世民为了表彰史大奈 也为了拉拢阿史纳部落的人 把女儿普安公主 嫁给了史大奈的儿子史人表 史人表娶了普安公主之后 成了大唐驸马都尉 获得了陪葬昭陵的资格 史人表和阿史纳舍尔一样 都是藩疆的代表人物 陪葬昭陵自然使名正言顺 唐朝的时候 没有饿死是小 尸节是大的说法 丈夫去世了 妻子改家的情况在唐朝非常普遍 驸马死后 公主在家 一个公主就有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驸马 碰到这种情况 跟公主合葬的人 只能是公主的最后一位驸马 李世民的女儿静安公主 先是嫁给了韦斯安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静安公主又改嫁给了洋人路 按照理质 静安公主 应该和后驸马洋人路合葬 笔者仔细看了昭陵陪葬明事 发现 跟静安公主一起陪葬昭陵的人 是先驸马伊斯安 不是后驸马洋人路 图为著名影视明星苗普饰演的长孙皇后剧照 感谢原作者苗普女士 由于史料的缺乏 笔者只能推测 仅仅是推测 准不准我不改保证 笔者推测 静安公主与维斯安抗力情深 但是 维斯安天不假寿 静安公主虽然改嫁给了洋驸马 但是 对维驸马念念不忘 静安公主临终前 指定要和维斯安合葬 才有了先驸马陪葬昭陵 后驸马靠边站 的情况发生 陪葬李诗民的驸马当中 有一位死了非常冤枉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的女婿维正举 维正举的妻子是李诗民与长孙皇后的亲生女儿新城公主 新城公主嫁入维家之后 跟丈夫和婆家的关系不太好 有一次 新城公主和维正举吵架之后 不明不白死了 唐高宗李志听说 依赖同胞的亲妹妹死了 马上就把妹夫维正举抓起来 李志让维正举证明没有家暴新城公主 维正举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没打新城公主 李志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就下令把维正举拖出去看了 图为著名影视明星李志廷饰演的李志剧照 感谢原作者李志廷先生 李志一时冲动 把妹夫看着了 等到李志气消了 才发现有问题了 新城公主是金之玉叶 既为正举雄心豹子胆 她也不敢揍新城公主啊 李志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妹夫为正举 只好下令 让为正举和新城公主合葬在昭陵 李世民与长孙 皇后所出的嫡长女 是长乐公主 长乐公主亲上加亲 嫁给了亲表哥长孙充 长孙充是长孙无忌的嫡长子 帝位尊崇但是不太聪明 李志灭长孙无忌的时候 把长孙家族能按一点的后 被长孙权和长孙想等人杀了 但是放过了长孙充 长孙充身为反得长孙无忌的儿子 还是李世民的嫡长女婿 还是李志的亲姐夫 长孙充死后 要不要让他与长乐公主合葬的话题 让李志犯难了 唐高宗到了晚年的时候 才下诏追风恢复旧久久长孙无忌的官决 并让长孙无忌陪葬昭陵 到了这个时候 长孙充才得以进入昭陵 和妻子长乐公主合葬 参考书目 新唐书 朱棣公主传 唐慧耀 卷第二十一 昭陵陪葬明事 随唐往事系列提文 由王府先元创 马自不易 请尊重元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维权 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